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主张内阁应该由清一色穆斯林组成 招致各界踏伐 新东党秘书长林冠英星期二发文告谴责哈迪 煽动宗教情绪撕裂族群和谐 林冠英点出哈迪的提议主同塔利班思想 严重削弱非穆斯林公民权 包括绝大多数温和中庸的穆斯林也不会接受这种提议 倘若哈迪坚持采纳那么极端的立场 将会分裂国家 文告指出 伊斯兰党忽视国阵腐败问题 坚持落实种族极端 正正是巫统积极要合作的对象 林冠英随后出席活动时重申 哈迪阿旺领导的伊斯兰党越走越极端 行动党才会毅然断交 如同70年代国阵踢走伊党一样 他也趁机调侃 当今马华领袖不如70年代的马华领袖 那样有骨气 70年代回教党也是国阵成员 那时候被国阵踢出来 为什么那时候 你敢 现在你不敢 现在的马华领袖 好像没有那种骨气 好像以决的马华领袖 应该也向行动党学习 当我们看到回教党变质过后 因为在林阿杰的时代 他很重要 但他一不在了 他离接管过后就完全走地断 我们就认为这个不对劲 所以我们马上跟他断交 因为我们认为他很坚持 至于行动党依然和伊斯兰党 共同执政雪兰俄政府 是否意味双重标准 林冠英坚决否认 我们这个不是组的 好像在冰前就不一样 我完全跟他断交 所有的那些 也可以我们全部把它断 因为这个是我们组成 那个我们不是组成政府 因为他们说 如果是没有回教党的领袖 就会打 这会不会打 所以这个当然是 阿斯曼的决定 我们认为说 这个决定我们不太认同 但是因为组成雪州政府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尊敬他做国务查证的决定 但是在下届大决就是三角战